機場買了三角形飯糰和一瓶飲品 當時還未有LAG問題 說不給大飲品上寄的味道 即是很多年前 很久了 當時是英女王 還是戴卓爾夫人獎首相 都可以是 因為你想想 我加入的時候 都未... 不可以說那麼多 哈哈哈哈 當時鄧小平仍然是領導人 我最後也上飛機 上飛機的時候 第一回合是日本回香港 第一回合是去飲品卡 派花生吃花生和飲食 我自己不習慣在飛機吃飲食和飲食 我通常帶自己的食物 我不會開餐 那個飯糰已經是我那班航機的餐 我自己有一瓶飲食 我不是吃完飯糰嗎 你不是去完第一次飲品 你們會收杯嗎 剛剛才 那個女生在收杯的時候 我便遞了飯糰的包裝紙給她 然後... 這個其實都很尋常 很經常會看到的 因為客人都會有自己的垃圾 我又不想弄髒的座位 我又不想自己趴起來 自己去Garledale 影響他們做服務 或者... 你沒有教養 你應該說 Where is the bin? 是的 於是我就... 我看到他收拾東西 我便帶給他 很自然 你知不知道他怎樣? 他還給我 帶走你的垃圾 你還沒吃完? 他還給我 他跟我說 我們不收外來的垃圾 怎會啊 因為他不知道你什麼事 是不是 哈哈 他不知道我 就算是客人 都一定會收外來的垃圾 都沒有分的 他對我說 我們是不收外來的垃圾 我也回答過這個答案 我覺得我類似 這麼糟糕 我記得當時 我說這一刻我收不到你一件垃圾 是的 是不是很大件的?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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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派完餐 收著一架卡 你的卡真的只收到飛機的垃圾 你沒有其他空位 你如果給我飯糰 我就要放在車頂 車頂就是一些準備給人喝的飲品 什麼? 飯糰的三角應該膠袋有多大? 先生 只是一張紙而已 所以我不是說拒絕你 我拒絕別的 即是在我收到那些垃圾 你夠膽拒絕我 然後呢? 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都會拒絕 看心情的 他不拒絕你這件垃圾 在這一刻 是在這一刻 後來拿回一間垃圾 再很無奈地 叫他放一件垃圾 上一個垃圾 其實也很奇怪 你一件垃圾放在一個垃圾 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我都覺得 但拒絕你之後 他應該沒有人走 因為任何人得罪寶珠姐 他的命運 他的命運都是 即是被人解僱 或者要找另一份工作等等 或者被他揍幾閘空中飛人 即是不讓我拍車搶了車位 那類的東西的人 都很悲慘的下場 然後那位員工 最後你怎樣處理 那班機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就覺得 蛤?為什麼你會這樣呢? 那我就不料了之就任由他 因為通常我就覺得 你是坐在這個便宜機票的同事 都不會搞那麼多東西 如果你真的到時有投訴人的話 你就會覺得 嘩!那個人 那個阿姐 坐飛機就坐飛機 投訴人 剛剛才 那時候你應該是低級了 你還未是大粒東西 中立 中立啦 然後呢 我說這個世界上 真的很邪惡 你真的不要 他第一班機就跟你說 沒錯 我放完大架之後 我放完大架第一班機的時候 一進到briefing room 我就看到那個女生 他認不認得你呢? 他認不認得你呢? 我一定認得他啦 然後呢 我看到他啦 然後沒有正常的 照briefing briefing完那時候 那些老總呢 那時候我還未是老總的嘛 那些老總呢 就很喜歡問一個問題 有什麼 Case啊 或者有什麼跟我們分享 你這個八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想聽啊 那你那次怎樣啊? 然後我就舉手了 我很勇敢地舉手 我告訴你 我剛剛去完旅行回來的 那我一樣東西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還是坐回自己航空公司的機 那有些東西 就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說的 那我就說說 我的經驗呢 就是我當時 他在收垃圾的時候 我把垃圾丟給他 那件垃圾不是大的 只不過是 Size just like a piece of paper 但是呢 他拒絕我 那他拒絕我的原因 就是這些 私人帶來的垃圾 他們是不會收的 那我就很想問大家 我想問大家 你當時在拍攝節目 空中載飛 空中載飛人前轉 然後我就想問大家 以我的認知 就是這些 無論人客給你什麼 除了屎片 尿片 For high-generation reason 我們不接 那其實這些垃圾 你們會怎樣處理 答吧 那他有沒有答 那每個人都說 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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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就提醒那個女生的名字 如果你是你會怎樣做 我想知道 那他最後一定知道是你 那就知道 他說他會覺得所有東西那麼熟 這樣 這樣 然後我就說 他說我會接收 然後我這樣回答 然後我就說 你答得非常好 希望你真的做到 這樣 哈哈 所以說 就是 如果你 但是那時候他後來不是under你 是不是 當然不是under我 但是他已經很害怕 是啊 因為他知道是你自己的 給你們兩個害怕嗎 嗯 因為我不會不收 我不會不收客人的垃圾 所以我會遇到這個情況 不是的 他會的 隔壁的 你隔壁的 哈哈 哈哈 但是 那一刻真的會害怕 現在回望過去 邊緣回望 是啊 對呀 嗯 怕什麼呢 是不是 就是 我自己覺得自己以前也有點幼稚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 如果你這麼不幸運 看到有個仇家 寶珠姐 我跟寶珠姐飛 我還不輕鬆 我跟她做了那麼多年 空中飛人 啊 串到她那麼多東西 哈哈 現在上到機 跟著寶珠姐 我還不就是 十八層地獄 然後來回地獄 又會接反人間 是不是 但是 對了 關鍵就是 會接反人間的嘛 其實那一刻 有點痛楚 是 為什麼要害怕呢 其實真的會害怕 因為她在飛機上 不是呀 問題就是 她是三虛的 你知不知 是啊 你明不明白 喂 我覺得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你亦都不怕 這些情況出現 而問題是 我覺得 如果 她不知道我是同事 如果我是一個客人的話 那你怎麼可以對一個客人 這樣對一個客人呢 是不是 對整間公司的形象都破壞了 是不是 不是 D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